斗罗大陆,这些人实力逆天,丝毫不输主角,只因这样只能做配角。 又到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网络小说的时间了,想必各位也一定是等着急了,而小编最近也一直没有闲着,而? 是一直在为大家寻找好的网络小说来推荐给大家,因为小编知道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每一个人平常生活都是很累的。 所以说也都是想从网络小说中找到精神的安慰,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平常都很忙碌。 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从如茫茫大海中的网络小说中挑选出好的小说来看,所以说小编也就承担着一部分的责任来给大家推荐小说。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网络小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网络小说,而且一提起这个小说的名字,想必好多小伙伴都会会心一笑。 因为这部小说可能是陪伴着我们无数人的青春伴随我们成长的。 而且这部小说虽然说是已经写出了好多年了,但其实它的热度一直从未衰减过,甚至在某些时刻还有着逆流而上的趋势。 这就证明这部小说的魅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递增而衰减,这就是经典小说的长处所在。 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斗罗大陆。 一听这四个字小编就浑身的热血沸腾,因为这部小说给小编带来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并且斗罗大陆是整一整个系列。 再之后还有第二部爵士堂门,第三部龙王传说,再加上正在创作的第四部终极斗罗,而且到第四部就会是最终章就会把整个斗罗大陆系列结尾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斗罗大陆里面,他们的主角都是拥有金手指,一般不管是天赋强大或者是运气,都已经是好到了极致。 而且一路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从没有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所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配角来衬托主角的强大。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六个被主角所打败的非常强大的配角,如果在别的小说里面,这些配角完全可以当主角。 甚至排名第一的那一个配角,天赋还要超过斗罗大陆的男主角唐三。 狂风刀魔丝马金池,我们都知道丝马金池拥有的斩魔刀,这个武魂是极为强大的,所以说也就赋予了丝马金池极为强大的战斗力。 同时再加上他天赋也是极为强大,所以说也是领悟了刀神的意境,只因没有主角光还输给唐武林一筹。 这位配角是龙王传说里面的角色,他的名字叫做阿如恒,是本体宗的大师兄,也是唐武林的师兄,痛时身体强度也是强到了极致。 把身体添炼成了一个神兵力气一样的存在,所以说单论身体强度来说,阿如恒还要强过唐武林。 他是五四朵,是爵士堂门里面的一个角色,并且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并且他是双生武魂。 甚至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武魂融合技,所以说也是十分强大的在一开始给或语号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一代剑吃剑绝尘,并且剑绝尘也是十分的帅气,但是同时也有了强大的天赋,一生钟情于剑。 所以说在剑道上面的造诣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还记得大陆第一个成神的女天使吗?她就是千刃雪。 是拥有天使武魂的一个强大存在,曾经追杀过唐三,并且差点成功地就杀掉了唐三,只可惜角色设定,一生悲惨。 既然说道千刃雪,就不得不提第一步斗罗大陆里面的比比东,而且他的天赋更是强大的恐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了罗沙神位。 虽然说他之后在跟唐三的较量中输了,但是并不妨碍他的天赋之强大,甚至还要超过唐三。 斗罗大陆,这些人实力逆天,丝毫不输主角,只因这样只能做配角。 又到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网络小说的时间了,想必各位也一定是等着急了,而小编最近也一直没有闲着,而? 是一直在为大家寻找好的网络小说来推荐给大家,因为小编知道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每一个人平常生活都是很累的。 所以说也都是想从网络小说中找到精神的安慰,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平常都很忙碌。 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从如茫茫大海中的网络小说中挑选出好的小说来看,所以说小编也就承担着一部分的责任来给大家推荐小说。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网络小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网络小说,而且一提起这个小说的名字,想必好多小伙伴都会会心一笑。 因为这部小说可能是陪伴着我们无数人的青春伴随我们成长的。 而且这部小说虽然说是已经写出了好多年了,但其实它的热度一直从未衰减过,甚至在某些时刻还有着逆流而上的趋势。 这就证明这部小说的魅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递增而衰减,这就是经典小说的长处所在。 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斗罗大陆》,一听这四个字小编就浑身的热血沸腾,因为这部小说给小编带来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并且《斗罗大陆》是整一整个系列。 再之后还有第二部爵士堂门,第三部《龙王传说》,再加上正在创作的第四部《终极斗罗》,而且到第四部就会是最终章就会把整个《斗罗大陆》系列结尾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斗罗大陆》里面,他们的主角都是拥有金手指,一般不管是天赋强大或者是运气,都已经是好到了极致。 而且一路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从没有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所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配角来衬托主角的强大。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六个被主角所打败的非常强大的配角,如果在别的小说里面,这些配角完全可以当主角。 甚至排名第一的那一个配角,天赋还要超过《斗罗大陆》的男主角唐三。 狂风刀魔司马金池,我们都知道司马金池拥有的斩魔刀,这个武魂是极为强大的,所以说也就赋予了司马金池极为强大的战斗力。 同时再加上他天赋也是极为强大,所以说也是领悟了刀神的意境,只因没有主角光还书给唐武林一筹。 这位配角是《龙王传说》里面的角色,他的名字叫做阿如恒,是本体宗的大师兄,也是唐武林的师兄,痛时身体强度也是强到了极致。 把身体添炼成了一个神兵力气一样的存在,所以说单论身体强度来说,阿如恒还要强过唐武林。 他是五四朵,是爵士堂门里面的一个角色,并且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并且他是双生武魂。 甚至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武魂融合技,所以说也是十分强大的在一开始给或语号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一代剑是济绝尘,并且济绝尘也是十分的帅气,但是痛时也有了强大的天赋,一生钟情于剑。 所以说在剑道上面的造诣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还记得大陆第一个成神的女天使吗?她就是千刃雪。 是拥有天使武魂的一个强大存在,曾经追杀过唐三,并且差点成功地就杀掉了唐三,只可惜角色设定,一生悲惨。 既然说到千刃雪,就不得不提第一步斗罗大陆里面的比比东,而且他的天赋更是强大的恐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了罗沙神位。 虽然说他之后再跟唐三的较量中输了,但是并不妨碍他的天赋之强大,甚至还要超过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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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